大刀明明不是一种很合手的武器,却为何广泛应用于抗日战场? 在老家博物馆看到几把民国大刀,如果单手用明显太重,那不如同期的几把军刀好用, 身在线冷兵器退化,到大刀片子,其实真的很可悲地从兵器的角度来说大刀片子基本找不出啥优点, 我个大刀,真的好用破障碍啊,威慑啊,执法啊,切码料啊,复防用品, I realize有刺刀,谁用这个VASCZ是呀,只能劈砍穿刺能力不足, 长度也不足够重心,还太靠前面对同时带的单, 手刀剑的军刀来说可以说完全就不行,当然,如果加上伯克枪就是两回事了, 康格尔适合拼刺刀是肉薄的冷兵器,应该是Shark Sing Star大刀片子, 显然是武器制造能力退化,到一程度,后勉强能做出来的稍微, 具有一点战斗力的武器for the trees。 距离转出招慢使用费力制作还好材料华丽援助诺公公大刀片子一, 半是杂人一半是砍人,我大爷爷和我老爷都说过这个东西用好的话就是半个锤子Shark Sing Star, 但是重量分布,又不如真正的锤子挥舞起来更有威力也, 就是说牺牲了普通军道的速度,却得不到锤子的威力。 郭敏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华丽援助诺公公, 对游击队而言这玩意上手快的狠十三天出途不过一般是双手或者手绊, 我老爷认为这个在四十三年以后磕开鬼子的刺刀是相当成功的Sk Sing Star, 所谓的那个三招嘛,对于没有条件用更好装备的一般民兵而言肯定是比锁标红, 英枪更好的冷兵器,那就是当年很多地方连这样的大刀都没得打Z-plus民国大刀起源时啥。 极其不满宋手刀一脉莫德里德,不是就是民间志位而已, 手刀行单手,刀可追溯到宋代剑,都打得出来, 妖刀难倒,还会打不出来张二小要配合手枪, 手榴弹使用才有威力155Charles大刀,我不懂不过, 看过一篇越南长刀的文章DISTO, Taper非常明显刀膛处厚5毫米,刀尖最宽处紧厚15毫米, 结果就是长度近一米的刀。 重量仅有一公斤长过日本刀但比日本刀轻, 重心大概8英寸P坎利非常好手感比一般尖要差些但也非常接近清潮, 民国大刀貌似比越南刀护手更大刀头更小, 如果民国铁匠水平不太差的话,手感应该不至于太差, 这样的纯粹P坎武器对短矛,毫无疑问是劣势不过碰上, 对面机智军刀的话那就只看人的水平。 Scarlegram,只眼过复制的中式大刀, 和百年前的文物越南刀没有打磨之阶上, P坎上很邦美的说,第二个是越南Jane, AO看得大这把93厘米只有1066克民国大刀的形质, 差不多,如果铁匠手艺,原材料合格的话没理由更差现代战场, 不说,那冷兵器是带双手刀还是挺实, 用得实战的大刀突刺差。 但是轻巧一,一三千克下面这把LBN神器就要比大刀重得多一五千克, 莫得里德一公斤重的双手刀剑, 那没有饼的设计适合双手就行了日本打, 刀就符合条件还没有那么宽适合突刺极其不满, 其实大多数大刀片,重量还是在合理范围, 那个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过分沉重155B charge, 看重量不能只看侧身, 还要看Disto,Taper Cross,Section GG,00830站, 还不如土巴陆民兵的红鹰枪吧, 红鹰枪除的携带不方便和功能单一之外, 肉搏肯定比大刀好用华丽援助诺公共好处, 试扔完手榴弹之后手里, 还可以拿的毒把居然一发在肉搏, 但还有就是上手, 大部分西北军所谓大刀, 持有尺帮长吧, 大刀基本上只要有点概念的人拿在手上温起来, 就可以砍红鹰枪不稍微炼仪, 下可能就是跟烧火棍, 劣质烂铁,家乡村铁匠, 打出来的东西民国一切都是烈化, 就是被嘲笑的九十五铁棒也是专业设计, 合格刚才, 工业制造出来的儿民国, 就只能给士兵发香村铁匠, 充分发挥想象力打出来的形致, 材料都参差不齐上线也不合格的大刀片子, 还用吹嘘的战绩神话, 来麻醉士兵和民众可悲的农业国买办政府民国似乎就, 为日简概念就是工业品也大多不合格, 比如刺刀老兵都流船会被热血, 烫弯, 其实就是刚才不合格, 更别说, 属于手工业品的大刀片子了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刘梦龙,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北朝论坛公众号ByCarlinton看北朝。